有这么一位老太太 每天都把自己身边的东西 收拾成一个小包裹 抱在怀里 坐在静老院的门口 说是等着她的儿子来接她回家 护工每次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劝她去吃饭睡觉 院长了解到 一年以前她的老伴去世了 她住进了静老院 而她口中的儿子 也早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她一生也从未有儿女 在住进养老院之前 医院诊断 她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为了帮助老人 院长找到了自己的表弟 李先生 请他扮演老人的儿子 每个月抽两个小时的时间 陪老人吃顿饭 劝老人好好地在静老院生活 李先生本来就是一个 爱心的志愿者 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老人的这病情 已经很严重了 就像一个孩子 只要哄一哄就可以了 于是李先生每个月 都会抽出时间陪老人见面 吃饭 并劝老人好好地锻炼身体 好好地生活 老人也很听话 不在每天蹲在静老院的门口 而是像别的老人一样 正常地生活 两年以后 老人去世了 李先生出行了老人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结束以后 一位律师找到了李先生 律师拿出一份遗嘱 告诉李先生 老人将自己所有的遗产 都遗留了给他 李先生很惊讶 他急忙地摇着手说 这恐怕是个误会 我不是他的儿子 律师笑道 没有搞错 这里有一封信 你先看看 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孩子 李浩 虽然我不知道 你的真名叫什么 但是我知道 你不是我的儿子 他们都说我老糊涂了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 思念是我能活下去的 唯一的方法 很高兴 在我生命的尽头 认识了你 请收下我对你表示的感谢 你可以代替我去帮助 更多的人 读到这里 李先生哽咽了 他相信 天堂里一定有天使 而老太太 就是最开心的那个 谎言 有时候也会很美 而人们能够传递下去的 不仅仅是生命 还有善良